出現的能量跟愛心 非常感謝佛光山 這十台行動圖書館 即將在東海岸 偏鄉來服務 我想閱讀是很重要的 閱讀可以增加 我們未來年輕的知識 有了知識 未來有更美好的前途 台東縣政府文化處 我們也很努力 在明年圖書的經費 從100萬增加到200萬 要請議會支持 也有很積極的案子 我們即將在游泳池 跟圖書館要共構 我們要建立一個台東的新地標 就是有一個兩億的 旗艦案的圖書館 即將在明年要開始 來規劃設計 結合佛光山的愛心 台東縣政府 一定會全力配合 跟我們的教育單位來合作 感謝佛光山 感謝各位的支持 跟付出 謝謝各位 我們謝謝 謝謝副縣長 好 謝謝您 我們接下來也邀請 我們的主辦單位之一 也就是佛光山 熱光寺 我們的座詞 滿征法師 副縣長還有處長 還有局長 還有各位議員 以及各位校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各位來賓 很感謝我們台東地區的所有副法信徒 以及我們縣政府團隊 還有我們各界對我們輸車的一個支持 跟資源的贊助 剛剛有跟副縣長有講到這個有關輸車的部分 是因為前天9號的時候 在台北舉行48部 雲水書車的這種啟程典禮的時候 我們教育部部長在現場 他是提供說希望 因為我們雲水圖書館是在民國96年的時候開始 那時候有6部 到現在大概5年的時間 現在有50部 那部長就希望說 2年半 5年減隊半的時候 他希望我們能夠增加到100部 那在台北的時候 那個典禮當中 大師就有說 希望大家共同來努力 希望我們明年能夠把這個目標 把它給完成 可是這100部的這個雲水書房 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相對的雲水書房 他的經常會的一個支出 也要各界大家共同來共襄盛舉 甚至我們的圖書以及義工們 都是非常需要大家來支持我們大家 那我們台東地區內 這一次有這麼好的一個姻緣 能夠有輸車到我們台東地區來 我們也希望在台東地區 能夠把書箱的氣息 把它給推廣過來 然後再來也希望我們的民眾 以及我們的孩子們兒童們 大家都能夠來培養閱讀的習慣 更希望我們台東地區 這一個縣市裡面 甚至我們全民 大家一起都來培養閱讀的習慣 在這裡呢 感謝我們公部門以及所有的副法 信徒們大家共同的成就 才能夠有今天這麼好的姻緣 謝謝大家 阿彌陀佛 謝謝我們謝謝我們的主持滿真法師 謝謝您 那我想這邊要補充介紹我們的貴賓 今天真的非常感謝我們來自台灣各地的一個貴賓 來共同共襄盛舉我們這個活動 那全國主辦單位佛光山文教基金會主任如映法師 謝謝如映法師 還有廟策法師 謝謝謝謝感謝喔 那還有佛光山新營講堂監事廟監法師 謝謝謝謝非常謝謝 那我們在場的貴賓還有 和和健康操的協會理事長呂三人呂 呂三人呂理事長 呂三林理事長 呂理事長